最刺痛我的一句话就是一直告诉我说是 那就不用治了吧 回去也可以活四五年 然后我爸当时是四十五岁 我就想四五年五十岁 这是特别崩溃 其实对于是不是上这一期节目 我是之前是有犹豫的 一方面我们经常会被诟病 说苦大出身的 看这个节目都非常常沉重 然后感觉心疼的受不了 第二是我们商务团队也经常提死我 说节目让我们接商单非常困难 第三点其实也最重要的是 她是一个非常坚韧努力的女孩 但是她身上也看到很多所谓付出型人格的影子 我觉得一个人一个女孩 你是妈妈你是长姐是长女 但是一个前提你是你自己 但是最终我决定还是要上这一期 因为我在身边看到了很多类似的案例 那么一方面在无私地人生的自己 另一方面又有非常强的 旺盛的生命力非常善良 我觉得她们是一群热爱生活的雇佣者 13年的时候我也刚到北京 然后等一下 还行 玩iner 有 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特别崩溃 而且那个时候 我记得美罗华 差不多一只就要两万五 而且还不包括别的费用 就是很大压力 因为那时候 我记得我的工资是两千五 就是好在我们家 家里边的人都比较好 我大爷 我大妈同意给接钱 先给你爸治病 还有一个就是老家的 我妈那边的亲情 反正就是大家都在做一点努力吧 就是能努力多少 给你们家努力多少 差不多是 做了六个月的那个美罗华 后面的时候 我那两个月应该是没有钱 怎么说呢 他最后两个月 做那个化疗的时候 不加美罗华的话 他真的会吐 就是反应特别大 就是吃不下饭 但是我爸这个人也很特别顽强 他就是吃了吐吐了在吃 就是我后边的时候 一直都跟他住在同一个房间 有一段时间 他已经喘不上气 就是肿瘤压迫的 他喘不上气 因为我爸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就是已经不能躺着睡觉了 他坐着睡 然后有一天凌晨五点 就是我睡得迷迷糊糊 我爸说 你说我这个病 我躺一躺 他会不会就好了呀 我要睡一睡 他会不会就好了 我到现在都会觉得 我欠大家的 我爸第二次复发的时候 真的是山穷睡晶 然后本来就有几十万的债 山穷睡晶 就是我已经不能张口 去跟蜻蜓借钱了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特别大胆的决定 就是跟朋友见 就是跟同事 你想就是一个跟你工作的人 就跟你相处了半年 一年 他能相信你 其实真的是很难吧 借你也不是借个一千两千这种 一件都是好几万 然后借给我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 今天终于能撑过去了 这一关用 我在医院的时候 有一个妈妈说 就是 捐一毛钱我都跪 我跪着 只要我能收到这个钱就行 然后我当时跟她的想法是一样的 跪也行 无所谓 根本就不在乎 只要有人给捐钱 那是最好的了 我觉得每个人 崩溃的时候 都想自杀 支撑着我走下去的 就是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爸没了 我弟我妹 他们身后哭无一人 我那个时候就是告诉我自己 就算是死 我也得撑到他们的自食其地 这就是一个目标吧 然后你一旦有了目标 你就可以一直在那 不停地坚持地生活 每一次复发都是一个特别难 你不知道她能活多久 然后我就觉得 我需要结婚生孩子 我也需要让她就是活着的时候 能体验一下 就是有松在松女的乐趣 然后 我就去想起了 我姑姑婆婆给我最大的感动 就是什么 就是 她不能接受我这样的家庭 就是我爸是一个癌症患者 然后她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需要钱 我说 人人一生嘛 谁能保证自己不生病 所以我就结婚生孩子 那你喜欢她吗 到时候 喜欢 我觉得不喜欢的话 也不会结婚 我觉得就是缘分吧 我差不多七岁到十岁 跟我爷爷在一起 在老家 我妈跟我爸带着我弟 我妹 反正很正常 因为在那个年代 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的 根本就没有办法 然后我去那个家的时候 我弟就说 妈 他是谁呀 我弟是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个人 后面他就想 我还有一姐呢 他以为就他俩 我差不多去我妈那边之后 我才发现 我几乎24小时看不到他 就是他们都在忙工作 根本顾不上我们 我爸是在山西工作 烧玻璃那个锅炉 那个锅炉就跟 可能比咱们这个房堂间的房子都大 反正上面特别烫 小时候上去过 然后你一不小心就会被烫伤 就还有什么装车呀 反正都是体力活 所以我觉得他生病吧 就是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他那个村里边吧 就是都是这种工厂 玻璃嘛 全是有味的 一进那个村附近 车还没进去呢 你就先回到了味 然后还有一条臭水沟 他们为了省钱嘛 冬天的时候去暖不是要烧吗 去那个臭水沟里边挑那个梅泥 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强 根本就没有办法呼吸 其实就是为了省钱 而且我们小时候 几乎没有什么衣服吧 衣服都是我大爷 从北京带回去的 只要是旧的 别人给的 能穿的 我们都在穿 家里的这种情况 对你的金钱观会造成影响吗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爸没生病之前 对我花钱的观念 没有任何改变 然后我上班之后 大概第一年 一分钱都没有 咋敲话了 然后当我爸生病的那刻 我突然知道这个钱 真的很重要 非常重要 其实人家说的一句话 说是 你不会因为你的年龄而长大 你只会在一瞬间长大 然后其实我也干好多份工作 也把自己累到像我爸妈妈一样 就是我就特别灵结了 有的时候我都开玩笑 跟他们说 我说你看着我 就是可能30岁 但是我的心 就是已经到了四五十岁 比如说别的小姑娘 到你这个年龄的时候 她们需要买好看的衣服 好看的鞋 或者是出去玩什么的 我好像都没有这些欲望 我的欲望 有 我想带着我爸去 或者我想带着 就是家里边的人去 而不是说说我自己去 其实我小时候说我爷爷一想 然后他很善良 他的善良就会影响我 我对所有的人和事 没有那种抵御心理 我觉得我对别人好就行了 然后我发现我18岁之后 说我大爷一想 他很乐玩 他很积极 他会在任何情况下 都选择就是帮助你 然后他会教我 教育我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更多地承担了我爸的责任 我大爷经常告诉我 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就行了 剩余的都借给上天吧 现在的话生活已经很好了 阿迪就是我弟也上班了 我妹的话他也快毕业了 相对来说 你的生活就是一直在往上走 我妹她不是学心理学的吗 就是每次我们俩就发生这个时候 她几乎都在说一句话 就说你先就是照顾你自己 然后你再去考 就行了 我会又不是 那么你再来 咱们对你来 听什么 你都太好 我们在这边 你没想到 我学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